好了,繼續回來,我們星期二晚上的知識型人 我們今天很有節奏 如果夾雜著拳腳、掃腿、Hip-Hop的動作,彈一下彈一下 大家想想一下,視覺上很豐富 音樂已經這麼豐富 我們當然繼續有著這位導師 簡家銘老師,簡Sir來自香港舞藝舞會 也有在演藝進修學院教大家這種舞藝舞 上一節,簡Sir說,如果小朋友去學 第一句,學了身體協調,學了紀律 我想這很重要,還有諮詢 但我們說一些現實一點 我和Joelle的年紀 我們這麼大年紀,筋也沒那麼鬆 腿也沒那麼高 會不會突然拉一拉,簡Sir,不行 我的腳拉斷了 其實說真的一句,你們的年紀也不是很大 我們可能大掛上 想不到的,心不可測 譬如在成人班方面 當然我們都會做一些拉筋的動作 其實當然就不會一次過要你拉一字馬 都會純粹漸進的 可能會慢慢幫你 可以提高你身體的柔軟度 另外其實體能方面也會做 由小慢慢做起,一路舒服 慢慢加上去 譬如剛才說了,其實武術的動作 除了增強你的體能之外 譬如一些弓步、馬步這些動作 其實都會幫助你走路會舒服一點 譬如你增加了你腿部的力量 譬如你手部的力量 你拿東西都會覺得輕鬆一點 其實整個人會變得精神了 整個人來說 但是我想像如果我們第一次去佈一個這種武藝衛的班 當是12堂才算 那時間表應該都很複雜 可能每一堂都要學懂不同的東西 少少少少組在一起 因為有這麼多武術的動作 又要加上要掌握到Hip Hop的技巧 其實就不會說很複雜 因為其實所有東西都是由低開始做起 可能其實每一堂高速的東西 的確是會比較多 多些 但是其實又沒有奢求 可能一堂就會學懂 可能第一堂會感受一下、體驗一下 武藝武到底是甚麼一回事 譬如拉筋 可能你自己程度去到哪裏 出拳、節奏感、音樂感 很多東西體能合在一起 其實在這個過程 譬如你上12堂 最重要就是 你自己和第一堂和第12堂比較 你是否進步了 最重要是這件事 譬如大人和小朋友一樣 最重要是這個過程中 第一是享受 第二就是 希望進步 當然就不需要斜求去到很強很強 但是最重要是過程 嗯 但是阿簡Sir 對於女士們 你剛才說有三個範疇 小朋友 OL 我們說大人班 男士也有 其實男士也有 跳起上來特別 我覺得挺man 挺型的 是啊 但是我覺得這隻沒有很marchal 即是很男性化 但是女士跳會不會有時都會吃力呢 會不會他們會比較辛苦 其實反過來又不會 反而參加的女士真的比較多 是啊 反而女士多 反而在陳任班那邊 其實真的女士那邊比較多 OL 他們會不會吃力呢 但是平時他們都很嬌滴滴啊 或者都拿過很小的包包而已 或者很少拉筋 手袋只不過是裝飾 不是真的太重 是 但是跳到這隻舞的時候 會不會很需要好好體力呢 其實這件事呢 為什麼我都發覺會達到 真的為什麼這麼多女士參加呢 因為都達到他們一個很想達到的目的 就是修身 啊 哦 因為很多可能大家出面都接觸過啦 因為在一些可能舞蹈的班 或者現在很多中心都用跳舞去做一個gimmick去 去減肥 招攬一些人來減肥啦 那也都有一些武術的中心呢 可能又是用這個gimmick去減肥啦 但是現在這個班是同時兩樣都做到 第一就是減肥之餘呢 即所謂的修身呢 其實是 譬如我剛才說了 就是上半身左右搖擺這些動作呢 嗯 其實很多時候大家可能留意到一些danser 譬如一些跳舞的人 是 即可能其實你遠看他舞台表現 好像很修長很漂亮 但是其實當他站在你旁邊的時候 怎麼這麼小顆 是的 怎麼這麼小顆 是的 即可能不是那麼高大 或者不是你看到那麼高大 其實就是因為他們主要是拉鬆了一些筋 第二其實在這個過程就是修靚了線條 嗯 所以可能在武術的過程 大家會達到修身的效果 亦都在一些舞蹈的過程 又會達到修身的效果 是的 所以就吸引了很多OL來參加 哦 其實剛才看這些影片的時候 都會看到譬如說 有一段影片 是不是有拳風的 腿風 是的 雙腿踢起了之後 對面那些頭髮飛起了一下 那當然加了一些少許效果 其實不是的 真的 但是我相信應該是真的 其實那個是一個side kick來的 其實當然我們想做一個效果 可能加多一點 或者大家不知道有沒有看少林足球 好像周星馳踢下去 就是一個風吹過去 是 特地安排他人 近一點他的腳 用來吹起頭髮 那一下突然間一踢過去 真的他的頭髮吹起了 即是沒有加過風是沒有死 沒有加過 沒有加過風是 很多人都說 欸假的 其實當時是真的 但是我只是想問 其實如果我們在跳的時候 那個感覺究竟是怎樣 就是拳腳功夫是紮實的 但hip hop是彈一下彈一下 好像不紮實 還是我們不了解hip hop 或者那種舞的特色 平衡在哪裏 其實hip hop 大家可能覺得 武術是很硬僑硬 是啊 其實如果你真的 武術要達到有力的效果 其實是需要放鬆的 需要一定程度的放鬆 即是我們的一代宗師李小龍先生 是 是 其實一支鐵棍打下去更痛 還是一條鎖鏈打下去更痛 我沒有試過 我們要做鎖鏈 是啊 其實鎖鏈的效果是大過鐵棍很多 其實主要是放鬆 即是可能發下去那一下 另外舞蹈方面 即是可能大家看下去好像很鬆 或者好像他的手腳 不知道放在哪裏 好像完全沒有關節 沒有關節 其實每一個動作都是很有力的 嗯 所以這個就是每方面 大家看下去的視覺和真實的分別 嗯 所以混合在一起就好 好了 OL我們知道他的效果 第一他可以保持健康 即可能會減磅 另一方面就是令到他的肌肉線條漂亮一點 所以要穿一點 所以看下去收長一點 但對於我們的媽媽級 我們所說的太太們 其實他們一定程度的年紀 會不會吃力呢 會不會要求沒那麼高呢 簡Sir 你會放過他們呢 其實在這個教學的過程 我都會恩財師教的 譬如有些學生 你看到他是做到的 他只不過是偷懶的 是 我都會鼓勵他 觸一下他 譬如你拉筋 盡量去按低一點 即可能背部也會按一下他 是 譬如有些可能真的看到他去不到那個位 其實也都會鼓勵他的 但是又不會說 你看那個同學拉得這麼好 比較 可以放慢一點教 剛才也提過 最重要是這個過程裡面大家進步 自己有進步 是的 最重要是進步 你看回自己第一課拉筋 和你第十二課拉筋 就不要和你隔離那個比較 是 不好意思的 如果是泰國刻意和其他人比較 是 大家如果聽了這種這麼有趣的 新設計的舞蹈 想學的話 可以上去演藝俊修學院的網頁裡面看看 不同的季節都會開班的 也有小朋友班 有青少年班 也有大人班 好 今晚就麻煩你 來自香港武藝舞會的導師 簡家明簡Sir 麻煩你 謝謝 � transaction